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高腕 这个是我的YouTube频道会研手问的股 这个之前没有注意到啊 原来它已经是从底部已经上了一波 我们来做一个case study一下 这边这个是low 这个是hide 这个是higher low 这个是higher high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上升趋势 现在呢,它正处于这个筹码风里面 已经开始有点慢下来了 你可以看到它的k线呢 它已经出现了一个很长的上影线 然后呢,上影线过后呢 又出现了一个红色的k线 这个肯定是一个反转的讯号 嗯,这样怎么讲呢 这样要怎么操作呢 如果你已经持股的话 暂时就可能就要暂时就守住 不要加了了 如果你想要加的话 如果你想要进场的话 这个时候也不适合 什么时候应该进场呢 就是可能如果它有能力突破这一个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顶部的这个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马路讯号 如果你已经持股的话 它跌破这条线 这个low 你就要买出去了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看这个箱子罢了 ok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它已经出现了这个常上影线 又有这个 然后过一天之后 又出现一个红色k线 基本上 是已经是一个 U-turn的这个趋势了 如果已经持股的话 应该这个时候应该买出去了 ok 当然这个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谁知道 可能下个礼拜 它又突破这个顶部呢 这个可能又是一个马路讯号 ok 你的钱你自己做主 谢谢大家